画面上这则简讯就是许多人接到的欠缴水费诈骗简讯 简讯内容提到欠费275元 再不缴费当天就要立刻停止供水 利用民众恐慌的心理 因此自来水公司特别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点入简讯里的连结 避免受骗上当 特性都是欠缴水费275元 而且就会在当天停止供水 那提醒民众不要惊慌 接到这种简讯的时候 不要打开水费吹缴简讯的连结网址 请拨打我们水公司的1910的免付费专线 或者是各福所各营运所的专线 或者是165的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其实我们公司的吹缴 我们原则上我们也不想猜用户的表 因为有时候用户很忙 忘记缴水费还怎么样 我们原则上我们会到用户的用水地址去贴单 或者是打电话 那如果都没有来缴的时候 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用简讯去吹缴 可是我们的吹缴简讯绝对没有连结 可以缴费的网址 自来水公司表示 目前在官网上也有加强提醒民众 诈骗简讯横行 误任意点入连结 再次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提高警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打电话